很多不同的 行 对不起 行运 行运可以是很多不同的 所以可能有49种 那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分类 包括像称心 贪欲 等等负面情绪 或者是虔诚 精进 智慧 这些也都属于 所以它包含很多 那么这些都好像是一种分别 你说是跟不是的分别 最后叫做事运 there are six consciousness 然后有十六种事运 眼是 耳是 耳是 鼻是 耳是 身世 还有意识 所以它总共有六种事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意识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意识 总共有六个 这三种事运 这三种都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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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意识 所以像受运 想运 跟行运 它们都是属于意识 所以你也可以说 它是属于 一根的一些 这个眷属 所以所谓是有六种事 那这六种事运 它是像一个最主要的意识 那这第六种事呢 它是像一个最主要的意识 那么至于这个受想型呢 就好像它周围的眷属 所以在这里有两个 比如说 当你看到这杯子时 你的意识 知道这个杯子 但你没有办法分辨 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杯子 但是受想型 它们能够去分辨 它是好杯子还是坏杯子 这就是它的差别 在这里讲到 连这五欲呢 它都是空性的 比如说 感觉是空性 空性 在这里讲到 我们可以说 受即是空 空即是受 啊 feeling is not different than emptiness 受不易空 emptiness is not different than feeling 是同样的 所以在这里讲到舍利子是诸法空向,不生不灭,不够不净,不增不减。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有个长的心经跟短的心经, 那在长的心经里面,它里面就有提到一种八种定句, 那什么是那八种定句呢? 也就是空性,以及空性它的性向, 对不起,再重来,空性,以及无相,无生, 不灭, not obscuration,不够, not free of obscuration,不净, 不增 我不知道英文怎麼說 不增以及不節 不增不節 所以它整個上起來就有八個 但是最短的來說 我們變成只有七個了 所以第一句它講到的是空向 所以變成空性跟無向 它就放到一起了 一切的現象它的性質就是空性的 然後第二個是無生 它是沒有開始 因為它是無生的 為什麼它是空性的呢 因為它是沒有真實存在的 就好像夢中的杯子一樣 夢中的杯子不是真的杯子 所以因為沒有夢中杯子的工廠 夢中的杯子沒有工廠 也沒有這個設計師 也沒有這個設計師 夢中的杯子 它沒有一粒這個原子呢 是真實的原子的那個一粒原子都沒有 所以它是無生的 所以它是無生的 但它也是不滅的 所以如果沒有開始 它就沒有結束 為什麼呢 因為既然它沒有開始 它就沒有結束 如果說沒有花 如果說沒有花 你就不能說 現在花死了 對不對 因為它是沒有結束 因為它是不滅的 因為在一開始 這個花它就不是存在著 所以它是不滅的 所以它說它是不滅的 這裏講到是不夠 這裏講的是不夠 這裏講的是輪迴 我們說它是沒有障礙無垢的 也就表示是沒有輪迴的 我們說它是沒有障礙無垢的 我們說它是沒有障礙無垢的 為什麼 為什麼是有輪迴呢 因為說是有夠燃 對不對 那什麼是這個夠燃呢 那什麼是這個夠燃呢 就是各種的障礙附障 無明 無明 概念 這些就是輪迴 而這裏講到的無垢呢 就表示沒有輪迴 這裏講到的無垢呢 這裏講到的無垢呢 但是又講到不敬 那裏講到的是涅槃 那裏也講到的是涅槃 什麼是涅槃的意義呢 什麼是涅槃的意義呢 也就是遠離夠燃 清淨 也就是出了一切的附障障礙 遠離概念 遠離痛苦 困難 那就是涅槃 那裏說甚至連涅槃都不是存在著 那裏說甚至連涅槃都不是存在著 所以又講到不增不減 所以又講到不增不減 那裏說 那裏的槃娃 也就是當我們在行於這個道上的時候呢 你會有增減的情況 所謂的解,也就是你的障礙、負障跟痛苦就越來越少了。 所謂增的意思也就是指我們的政務、功德、智慧、快樂等等所有政務的功德都對你來說就越來越多顯現出來。 這裡講到不減的意思表示著那一切的障礙它們也並不真實存在,因為它們也是空性的。 這因此為止,又講到不真也就表示呢,能夠去對峙那一切障礙、負障的方法是什麼呢?它的對峙法是什麼呢?也就是空性。 所以在這裡呢,不生不滅是就於一個基本的整個現象來說,它是不生不滅的。 而不夠不盡講的是輪迴以及涅潭。 而這裏的不增不減是講到,我們要處理輪迴而達到涅潭。這中間你需要經過一個過程。而這個過程呢,它也是空性的。 現在全部都空性。 所以現在全部都空性了。 所以之前有學過或聽過空性教授的人請舉手。 好。 好。 你們有幾位的空性沒有概念嗎?請舉手。 對,空性完全沒有概念的請舉手。 沒問題,不要害羞。 所以不用害羞,沒有關係。 請舉手。 好。 我認為那些人沒有概念的空性, 在這裡說過空性很難。 所以對於完全沒學過空性的人,我們在這邊一直講空性、空性。 所以對他們可能會很困難。 因為一開始我們就並不理解什麼是空性。 可能我在這邊先講一講什麼是空性。 明天。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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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今天我們已經算是講完了根的智慧波羅蜜。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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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d。 って啊cast。 好。 好。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现在换我来救你 小华 怎么了 小美 你听 好像有鸟的叫声 哦 真的有小鸟味弱的叫声啊 它在哪里呢 原来它在这里啊 这只小鸟羽毛都没长全 没有鸟妈妈的照顾 它根本就活不下去 是啊 这个小家伙实在是太脆弱不堪了 我们得救救它 怎么救啊 它这么小 根本养不活的 我看还是把它放在这里 让棋子生子灭好了 那可不行 我要把它带回家 想想办法来救它的 小家伙 你放心 你会健健康康的活下去的 就这样 好心的小华将这只羽翼未封 看上去脆弱不堪的小鸟 带回了家 妈妈 这只小鸟真是太可爱了 我们养着它吧 这么小的鸟 怎么能养得活啊 没错 这么小的鸟 不会自己进食的 所以我们根本养不活它 我一定要救活它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死掉 可是这么弱小的一只鸟 该吃什么 该怎么样照顾你知道吗 对啊 妈妈 你不是告诉我说 宠物医院的医生 非常了解小动物吗 它们一定知道 该如何将这只小鸟养大的 对啊 我去宠物医院问问 那里的医生一定有办法 林太太询问了宠物医院医生 很多喂养幼鸟的方法 并详细地记录下了各类注意事项 妈妈 你这是在干什么啊 医生说了 这么小的幼鸟只能吃流质食物 我正在按照医生给的配方 给它调制食物呢 这东西它能吃吗 试一试吧 妈妈 你拿针管干嘛 要给小鸟打针吗 我这是在用这东西给小鸟喂食呢 妈妈妈妈 它吃下去了 吃下去了 是啊 只要它能吃东西 那就能活下去 就这样 这只小鸟在小华一家人的精心照料下 慢慢健康起来 它们一家人还给它取了个名字 叫做小西 妈妈妈妈 你看 小西又长出新羽毛来了 是吗 小西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当然了 等它长大后 一定会更漂亮的 妈妈 真没想到 你竟然真的把这只小鸟给养活了 它的名字叫小西 小西 欢迎你来到我们家 什么嘛 这里就是它的家 我还给它做了一个窝呢 妹妹 这几个玩具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你怎么舍得放在小鸟的窝里啊 我把它们都送给小西了 因为它是我们的家人 对不对啊 小西 在大家的照料下 小西渐渐长大 它长得又漂亮又活泼 一家人都非常喜欢它 并且一家人早就把小西当成家里的最小成员了 小西 到我这里了 我这里有好吃的 小西小小吃的而已 但可真能吃啊 哎呀 小西 你在干嘛呢 爸爸 谁教你说她话话呢 小西 我警告你 你再这样调皮的话 我就要稍微修理你一下哦 哦 小西还真调皮呢 好了 小西 到我这里来 小西真是越长越漂亮了 妈妈 多亏当初你救了它 要不然世界上又少了一只漂亮的小鸟了 是啊 它现在长大了 应该回到属于它自己的家了 妈妈 这里就是它的家啊 不能将它送走的 孩子 虽然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它 可是小鸟真正的家 是树林啊 它长大了 应该返回大自然的 可是它从小就生活在我们家里 根本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 就这样 将它放出去的话 太危险了 没错 所以从明天开始 我们得对它进行生活训练了 首先要锻炼的是小西的飞行能力 小华每天都会带小西到户外练习飞翔 当看到它在空中飞得越来越好时 小华的心里是又高兴又难过 小西飞得越好 意味着放飞的日子越来越近的 小西的飞行已经没有问题了 它寻找食物的能力也很厉害 即便我把坚果藏到很高很隐蔽的树上 它都能找到 有好几次 它自己竟然能找到别的食物 这么说来是时候将小西放回大自然了 没错 将它放回大自然的时间到了 第二天 林太太一家人带着小西 来到了郊区的树林里 他们决定在那里将其放飞 小西 再见了 你自己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去吧小西 回到属于你自己的家吧 祝你以后一切顺利 你这个家伙 再见了 小西 虽然大家都不忍小西离开 可大家心里明白 只有大自然才是它真正的家 但谁也没想到 第二天小西竟然就飞回来了 天啊 小西它怎么又回来了 小西 小西 欢迎你回来 看来 它也舍不得离开我们啊 就这样 小西被放飞之后 时常会飞回来 探望一下 有时候 它好几天都没回来 一家人便会想念它 相互说起当初 它被捡回家的日子 说起小西的成长过程 当它飞回来的那一刻 则是全家人最惊喜的时候 所以 只要小西飞回家 总有人会立刻陪着它 跟它一起玩 时间一天天过去 这个欢乐的家庭 突然陷入了黑暗 林太太罹患了癌症 因为化疗 头发早已掉光 癌症折磨得它痛苦不堪 一家人也都忧心忡忡 根本顾不上小西是否回来了 医生 我想回家 哦 这样也好 换个环境 或许对你的病情有好处 医生 我太太现在这个状况 怎么能离开医院呢 林先生 你太太的病情 我们只能进行保守的药物治疗 回到家也是一样的 或许 换个她熟悉的环境 对她也是有益处的 嗯 好吧 那我就带她回家 好痛苦 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你不要想太多 放宽心 你的病会慢慢好起来的 小西 小西她好久没回来了 她会不会是把我们给忘了呢 我想 是你住院的这段时间 她一定是回来过 只是家里没有人 她就飞走了吧 唉 有可能的 或许她回来过好多次 可是每一次家里都没有人 所以她就不再回来了 你别乱想了 休息一会儿吧 我去厨房给你准备点吃的 是小西 小西回来了 哎呀 小西真的又回来了 我的小宝贝 终于又看到你了 欢迎你回家 好久没看到 她这么开心了 小西这次归来之后 竟然也不飞走了 她始终陪伴着小华 不离左右 甚至去医院进行治疗时 她也会跟随着 就这样 在小西的陪伴下 小华的求生欲 被激发出来了 她的精神状态明显不一样 看上去一天比一天好 一年后 林太太 真是恭喜你啊 检查结果出来了 你已经完全康复了 医生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了 不得不说 这简直是个奇迹啊 啊 这都是小西的功劳 是她让你重新 燃起了求生的意志 是小西救了你的 嗯 小西 谢谢你 谢谢你 直到现在 那只可爱的鸟儿 还陪伴在他们身边 有人说 万物皆有灵性 或许 正是因为 小华曾经的善良 让她的善意 得到了回报 所以 请不要忽略 任何的善意之举 或许某一天 你的善意 会拯救你的 那只要是 我以为你 那只要是 你能不能够 站在那里 我以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